我们两个对于海洋都有就是蛮深刻的情感 我们就在探讨说为什么人跟海洋之间的距离被搭了这么远 那我们就发现消波块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我们想要改善它 所以第一点我们从材料下去着手 我们和C-Cube他们合作 那他们提供给我们循环的材料 那我们再讲会入母立可粉 然后它变成可以降温的功能 那第二个是我们的造型 我们是采用生物多孔螺旋曲面这种仿生设计 来消耗最少的地球资源达到最高的结构强度 它其实制作后呢 在设计上有一些至爱难行的部分 它有一些是镂空的造型 纯空的造型 那在印制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困难点需要去克服 了解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从事前的研究到设计真的执行 那最后由厂商讨论 然后整个一串联起来的话 可能都是一个专业设计师所要蓄备的能力 然后最后是感谢就是新一代这个场域让我们展现 让我们对于海洋永续的议题啊 环保的议题 有一个发挥的空间 谢谢大家 继续的 listener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